膝盖韧带损伤有什么症状? 正将主任医师 气关节的韧带是比较多的 就是它有分一个前交叉韧带 后交叉韧带 还有两边的外侧韧带或者内侧韧带 这个最容易伤的最常见的伤 就是咱们平时老百姓见的最多的伤 就是像运动引起的这种伤 就是前交叉韧带损伤或者内侧负韧带损伤 比如说打篮球啊 比如说滑雪啊 这个也是最容易伤这个的 再严重的像车祸呀 或者更大的这个剧烈的伤 那可能这四个韧带都会断 那韧带的本身就是一个稳定关节的作用 这样是固定关节的作用 你想前交叉韧带 它就是限制你这个小腿 不要过度向前 后交叉那刚好就相反 内外侧也是一样 那你如果断了哪个韧带 那那个方向就不稳定了 那这个小腿 你会感觉到这个小腿不听大腿指挥 或者是腿使不上劲 不能发力 有这些情况我们平时说的 不能急跑急停 不能发力 主要是这些症状 专家提示 一 膝关节的韧带 分前交叉韧带 后交叉韧带 外侧韧带和内侧韧带 二 如果韧带断了 感觉到小腿不听指挥 或是腿使不上力 不能急停 不能发力 这些轻轻化 还没问题 出替或是腿使用 更多的